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去教导 怎么去一些教养的技巧等等 那这本书的重点是放在父母身上 其实你怎么教小孩 其实可能不会差太多 我的意思是说 每一个家有每一个家的做法 那一千个家庭就有一千个做法 所以与其去写怎么做 我就把重点放在 怎么安顿父母自己 对 会比较重要 你觉得在教育上面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好了 因为假设有一百个课题 或一千个课题里面 你觉得最重要一件事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应该是 很多很多的父母都有在做 什么事 真的就是爱孩子 很难吗 应该说 小的时候蛮简单的 比如说一岁两岁 就是任何人看到一岁两岁的孩子 只要他不是在捷运上打场打脑 你都会很不由自主 会觉得好可爱 可是如果是一个八岁一个十岁 就是已经有一些 我知道他长得不再那么可爱 甚至长得很像老公 对对对 他没有那么可爱了 然后他有一些 我们所谓的态度 有一些观念跟你不一样 会跟你发脾气 会跟你顶嘴 你可能爱在心里 但是你说不出来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随着孩子的年纪越来越大 我们会慢慢去忘记 或者甚至是会 可能你以为你有在做 但是实际上已经跟以前比起来 没有做这么多了 那可是孩子他还是 其实还是希望你可以看见 你爱他的行为 行动 不是说虽然他们好像酷酷的 好像不在乎 可是我相信他们都希望感受到那个爱 所以从小到大 其实那个爱只要够多 我们无论是怎么教孩子 严格一点也好 或者是父母亲有时候可能会骂孩子 其实那个爱都可以让他们了解说 好吧我妈就是脾气不好 但是她爱我 这是可以接受 但是对我的妈没有这么温柔 但是我是被爱的 那一个被爱的人自然他就有自信 他就会希望别人可以尊重他 所以他在以后在人生的路程说 他如果遇到一些所谓的不好的人 他也不会允许别人来伤害他 因为他会尊重自己 他会爱自己 那那个爱就是来自于 父母不断地爱他 他知道他是那么的重要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这个其实就是心理上都有 但是表现出来可能会越来越少 就很像我们在养那个小小的狗 刚出生的时候很可爱 会放很多的心理关爱他 可是当他变成成狗的时候 他就会完全的毛色啦 行为啦 不一样的时候 而且大家已经养成习惯 每天都跟他在一起 好像没那么新鲜了 就不行了 还会嫌他烦 对还会嫌他有点 就是走开走开 这样子啊 还要养啊 还要干嘛的 那小孩虽然他会越来越独立自主 他可能能力会越来越好 但是呢 他其实需要你关爱的这个方式 跟那个感受度 还是需要存在 真的提醒了我 你看这一集我祸意良多 因为你知道前六个月 赵书养的时候 那个时候真的是忧郁症耶 你就觉得 为什么我怎么做都不对呢 明明要怎么入睡也不会入睡 要抱也会哭 不抱也会哭这样 对 我觉得其实 他就是 他其实就是需要你的关爱啦 就是他希望你在他身边啊 你希望你可以做这些 一些行为啦这样 好 那我们讲这件 很重要的事情之后 那我再跟你聊一下这个 我们都是蛮忙的父母亲 尤其像现在双新家庭蛮多的 那如果就延续你刚刚讲的爱啊 那我们如果说下了班回家 八个小时 然后或者是我们今天工作了一整天 那其实我们工作很忙碌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办呢 怎么去 监顾这个小孩的成长跟教育 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得到这个平衡 还是你是怎么看这件事情 OK 其实这有很多面可以去探讨啦 这本书大概会有讲到一些 我想一个很重要的是 标准要降低一点 标准降低 像刚为奇提到那个小孩子一生出来 我们会想要给他很多的很棒的教养 所以买一堆书然后来招书养 可是这其实是很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因为教养其实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嗯 你应该是要去感受 你是有一个 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妈妈 嗯 可是你却把你自己当成一个造数养的机器 然后把小孩的也当成一个物体 嗯 去操作 哦好像是说明书 然后这个是一个微波炉的感觉 有点奇怪 这不对 然后再找 然后再找维修什么 其实怎么样 那不对 因为你没有去感觉他在干嘛 嗯哼 那其实我们日常生活 我们也是因为很忙碌 嗯 其实孩子也很忙 嗯 那好像要 对真的是 要找到一个彼此都能够好好相处的时间 其实不简单 嗯 但是如果你又把那个感觉关掉 例如说我今天下班很忙 我晚上剩下 酸一酸 剩下四个小时 我扣掉洗澡跟刷牙一个小时 扣掉吃饭一个小时 哎呀我剩下两个小时 那这个两个小时呢 我可能又要这样 我又要帮他准备这个要怎么样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个整个感觉就已经 好像这一天都已经定了 对 但是其实 孩子他可能有一些状况 有时候他需要的是休息 那有时候他需要是互动 是玩 所以我的意思是 每一天其实我觉得父母 我的做法都是 当晚上来的时候 我有空的时候 我就会 给自己大概三到五分钟的 安静的时间 然后问问我自己 我现在状态怎么样 然后我准备好陪孩子的妈妈 那我告诉我自己说 我如果状态不好 我就不要强迫我自己 给他们多看一点电视 也没关系 也没关系 真的 不要运来说 哇我要把握今天 我要跟他互动 我要陪伴 然后结果就吵起来 对对对 闹烦 然后还要道歉 对对对 何必这样的 对 我后来 我后来为什么忧郁症好了呢 我的原因就是因为 算了就是这样 对就是啦 没有关系 你想怎么长大 这怎么长大吧 你想 对我发现这件事情 就是放过自己之后 就 他就觉得海阔天高 因为你知道 很怕他不乖 他会变成坏人 对 又很怕他太乖 会没有创意啊 会变成 没有办法出类拔萃 因为你知道 比如说贾博士像这样的人 都是不在 不是按牌里出牌的人 所以这种东西怎么拿捏 怎么教育 怎么给他一些价值观 怎么做这些教养 其实我们很痛苦 就是每次在做一个决定之前 我们都很痛苦 所以后来就发现 随便你啦 就这样 就是多一点去看见你自己的状态 对 然后那你就把握那个 你如果状态OK 那你今天就多一点活动 对 状态不OK 那就跟孩子静态一点啊 看看电视啊 或是一起去外面 比如说像我们家会 晚上我们就走路去义北 买一只妆情 吃一吃然后走回来 半个小时 40分钟就 他就觉得他有消耗到 其实他就很快乐了 对 我们也蛮轻松的 吃个冰淇淋 走路的时候跳跳 走一走跳一跳 对 这也很棒 对 所以问题还是出在于说 如果你一直给你自己一个高标准 我要陪伴 我要给他很多很多很多 但是忽略了你自己的疲累 也忽略了孩子的状态 那我觉得那就意义就回答了 我觉得是真的 所以我觉得什么才艺啊 或什么 我觉得都不如陪伴得多 跟观察 他的这个现在状态 但是 观察自己的状态 我觉得 对 这也是所有父母亲 没有做到的 大家都在想 怎么教孩子啦 都没有想到自己的状态 适不适合在这个时候 跟他多做一些互动 是 好 那再来这个问题呢 在情绪上面 两个会有不一样的 看法跟想法 那尤其是 几岁开始 我是不晓得啦 反正我小孩 现在有个很严重的这个现象 就是你只要跟他说A 他就会想做B 你叫他选B 他就会选C 然后你叫他这个往东 他就会往西 你跟他说yes 他就说no 你跟他说no 他就说yes 对 这种就是爱说反话啦 或是在情绪上面 有特意的就是在 不知道是捉弄 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做法 你怎么看待就是 这个情绪上 或者是意见上面的 这个行为 我觉得孩子的这一 应该说我们人的这一部分 人 就不要说小孩 尤其是小男生 男生 不要说大男 我们大男生也是 就是用台语讲 就是所谓就条纲 对啊 就是你总是 你就会觉得 如果今天每一个人 好像都往那边走的时候 你就会有点想要 那我往那边走会怎么样 可是那我觉得 我们用另外一种原则 就叫做调皮 就是一种想要去试试看 不一样的感觉是什么 那其实那是人的本性啦 人的本性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他也不是坏 他也不是恶 他就是一个本性 所以我在看孩子这一部分的时候 我就把那个批判放下来 你就会觉得 你想要玩一下这部分 好啊那我就陪你玩 所以比如说你说 你去吃饭 他说我不要玩玩玩具 我说好 我们来玩玩具 我们都不要吃饭 然后他就会觉得 那我要吃饭 你知道玩玩具 他反正就会觉得 这不对劲 我会说 好那我们把饭拿到这里吃 要不要 他说不要 反正就是因为 他一直在烦你 那我就会跟他说 你想要这个又不想要这个 那我觉得好累喔 所以我决定不管你 我要自己去做那一件事情 因为他反而会心急 因为他就觉得那个 连结没有了 因为他要的其实就是 其实他还是想要跟你一起 但他只是在那当中去尝试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没有 固定的做法 当然还是前提是 回到我们刚刚前一题 你还是要看看你自己的状态 如果你现在就是又饿又累 然后工作又不顺利 就不要理他就好了 你就吃你的饭做你的事 所以你等一下 要说不要就不要啊 你不然就不要理他 可是如果你的状态OK 我觉得可以跟他有一些对话 因为你不要去想说 他就是没礼貌 他就是会怎么样 他以后长大会不 这些东西都放下来了 其实就跟他玩 然后看看他会做什么 然后也不要 其实有时候大人也会太故意 跳纲这样 好啊你就不要来吃饭 你就不要跟我来吃饭 你说不要来就不要来 也不要这么急车 就是跟他去陪伴他 我觉得就是让他去尝试看看那个 我说这句话会发生什么事 然后他有一个互动 其实也还蛮好的 但是大人如果抱着一种预设立场 就是我一定要纠正你 我一定要想办法让你听我的话 我觉得那个反而孩子的一些那种 我觉得调皮他本身 你刚刚提到的那个创意 调皮一定是创意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成分 所以你如果每一次的孩子讲反话 做烦的事情 你都想要去压他 想要去改变他 这样其实他就没有创意了 对 或是他就躲起来 去拔回他的创意 对 他就是会真的去做一些 就是很可怕是超过你范围的事情 所以大生的你才知道 那一种就真的就不好 嗯 就是光这一点点的时间 希望大家都有收获 因为我自己本身很有收获 对 买书就会 对 买书更多更多的这个收获 就是如果他这边有讲喔 你在育儿的路上有所取有许多的挫折 焦虑跟无奈的话 我们带你一一挤脱 哈哈哈 看到这个就觉得非常好 对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丑爸 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也希望呢 就是你的线上的课程 还有我们的新书都可以大卖喔 那大家继续追寻我们丑爸的脚步 一起来的就是这个 父母教育孩子成长之路囉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